大家好,我是文明,刚看了新闻联播,习近平出来了,见了东地问的总统,同时也见了意大利的总理 我再是仔细观察了一下,应该说按照我的观察能力,我觉得习近平他整个目前身体状况还看不出什么大的问题 可能他是勉强出来的,这个咱们不清楚,起码就在视频当中感觉就是那么一个状况 大家可能也都看到了,有人说是替身,对于替身这块我一直讲我不去往那个方向去解读 因为以我的眼睛我是没法看出来有什么不同的 然后以前也有些人提出一些细节,但是这些细节是他们的主张,我尊重他们的状况 但是我起码按照我的判断力,判断不出来到底是怎么回事 所以说替身这块我就不去过多的解释 就是现在看到就是习近平他的身体呢,起码不管好坏,起码能坚持出来 然后见人正常走路,还可以这个正常说话,是这么一个状况 那我说到这儿,有人就说了文睿你也服了吧,对不对 你这两天不一直在这个造谣吗,一直在胡说八道吗,对不对 其实吧,你要这么说,其实这两天你应该是没有仔细看我做的这个视频 其实这两天我整体做这个视频,基本上没有去强调习近平的身体问题 没有强调习近平的这个健康问题 就是在7月20号当时习近平去参加这个调演以后 我就基本上没有谈习近平的健康问题 我只是在说习近平他有一些什么事 这个事呢,我觉得体现在他的这个权力呢 受到了某种程度的这个限制 习近平可能在想办法和反对他这个势力在要做这个斗争 他可能要进入一种更深刻的这个权斗当中 我是这样的一种说法,对吧 怎么说,就是习近平今天出来了 你出来以后,对吧 就算是你大大步看起来更健康,你能解释说 王小红为啥两次会议没提习近平的名字吗 对吧,你这么出来了以后 你能解释为什么说军委两个副主席 没有怎么积极的去什么学习三中全会的这个精神吗 对不对 你这么出来了 你能解释两天就是为什么人民日报 头版大幅度降低对习近平的报道 这都解释不了啊 是不是,你只能说明表面上看啊 是身体还可以,能出来 只能证明这一点 其他的这些疑点 根本也解释不了 是不是 而且就是像我昨天说的 对吧 你东京文这总统第一次来 而且还是这个两国建交以后 第一次总统到中国来 是吧 你为啥昨天李强先接见东京文总统 而且还是那个 就大概不到一分钟五十几秒的这个视频 到底是咋回事啊 是吧 接见完了今天大家看到的视频 大张旗鼓的 又是像我一直描述的 就是那个车啊 从天安门广场路过 然后他又下车 就到那个人 人民大会堂吧 是 然后呢就开始 这算怎么回事啊 对不对 这些事情你都怎么解释 跟健康没有关系 你知道啊 包括今天上午来了 见了就见了呗 你给一张照片 给个视频 啥都没有 对不对 一直往后坚持了 大概 我下午又做了一个视频 到了做视频后 一个小时以后 然后才陆陆续出来了 这个视频和这个照片 这都怎么解释 是不是 所以这些事情吧 当时7月20号那天 他出来 我们去参加调演以后 我当时做视频 我说这个事情我没完 然后7月20号以后呢 陆陆续续 还出现了很多事 今天我还是同样的这个话 这个事没完 不是说他出来了 这个事就结束了 一切就延效 这跟20大 那次不一样 20大对吧 他连任了 就是连任了 那就完事了 我们这再怎么说 我们就是错了 就是错了 但这个事还没有结束 咱们再接着往下看 我更多关注的 绝对不是他的健康的问题 往下看 咱们看看他权力的状况 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比如说 比如这两天 还有一个消息 就是在解放军报 解放军报 有一个文章 叫党内政治生活 要历届庸俗化 就是前天 二十七二文章 就这个文章里面 有很多说的话 我觉得他直接 就是在打脸一尊 他说这里面就讲 有的把个人凌驾于党组织之上 搞家长制 一言堂 有的信奉 人情留一线 日后好相见 把事快作风 江湖习气 带到党内 对吧 你说这样 一言堂 家长制 你看 你说这个话 就算是这个作者 指的不是习近平 大家也会往那想 对不对 而且我一直强调 媒体他这么说 他就是 他知道会达到什么效果 他也这么说 那你说什么意思 而且他这个文章里说 各级党组织要贯彻 贯彻落实党委支部统一的 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 你看这话说的 首长分工负责制 那你当然怎么去写 然后说 反属重大问题 都要按照集体领导 民主集中 个别酝酿 会议决定的原则 由集体讨论 按少数服从 多数做出决定 那你这话 习近平看到 你会 习近平会怎么想 是不是 他这个媒体人 就是解放军报 这解放军 军队 你做出这样的 写出这样的文字 他肯定是知道 这个话 说出以后 文章说出以后 人家会怎么想 他为什么还这么想 就是说 我的意思是什么 这些事情 都非常非常的奇怪 不是说习近平身体没问题 身体健康出来了 就能解释所有的这一切现象 我还说那句话 我觉得 肯定是习近平 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 他的权力 受到了某种程度的限制 所以说 他现在处于一种 要反击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当然他如果反击成功 把他的反对势力又清除了 他又是权力如日中天 到那个时候 可能这个过程 它只是一个过程了 它不会有什么结果 咱们得慢慢密切关注 总之 这次就是说 二月三中全会以后 我们看到的整个场景 跟二十大之后 那是差别太大了 二十大之后 那媒体 那真的是如日中天 天天那个 像洪水潮水一般的这些报道 就颂扬 就歌颂习近平 那些所谓的 但是这次呢 就完全不是那个样子 你看这个 二十届三中全会以后 发生的这些事 对吧 就是 比如说 大家都躺平了 不看奥运了 再比如说 就是说 大家孩子 很多大学 头大学的孩子 去报考的一个警察学院 就是一派的 就这种非常萧条的景色 然后 包括北京又加税 地方辅加税 又是消费税 等等等等 就是你看到的 就是那种衰败 凄惨的景象 然后媒体对习近平的报道 也非常非常的少 所以说这些事情 我还是那句话 今天我只是做一个小节 咱们可能真正的好戏 才刚刚开始 咱们慢慢看 往下还会发生什么 每个过一段时间 咱们都做一个告语段落 上次就是7月20号 他去调演以后 我也当时也做了一个告语段落 然后现在咱们抽时间 再观察一下中国的经济 其他方面 外交方面的事情 然后慢慢再往下看 还会有什么消息透露出来 如果说习近平 他的权力真出问题 肯定会出现一些 我们想不到的 或者能想得到的一些 非常奇怪的现象出来 那么今天是29号了吧 29号结束以后 3031估计他们准备准备 就得去北戴河了 反正这几年 我们看到实验点都是这样 一般就是 31号的8月1号开始就去 然后一般会持续一个 少则15天 多则20天 这样的一个过程 他们会出来 北戴河这个会议 对习近平来讲 反正是有利有弊 可能是他身体确实是很累 这段时间 他可能到那去好好修讯 调整一般 该治的病就可以有一个长时间 他可以 明正言顺的不露面 他可以 大家就该治的病去治 当然还有弊端 可能很多人会聚在一起 这些人聚在一起 会不会再有一些什么 生出一些什么事端来 咱都不知道 当然有人说了 不可能 习近平把他们管的 都老老实实的 对不对 那些管这些人的那些人 他们可能对习近平 都很不满 现在 就是这样的一个局面 对你说习近平 他到底还能相信谁 他到底还能知道 谁彻底是支持他 他不清楚了 对不对 习近平他又是非常的自己 就是已经非常非常紧张 他不知道周围的这些人 到底是怎么回事 对王小宏 他幸福当中的幸福 他最信任的人了 几乎是没有之一了 可能比蔡奇都信任 因为他是拿枪的 都不提习近平 你说习近平怎么办 对不对 所以说这些事情都很难说 咱们一点点往下炒 看看会是一个什么情况 反正我的优势 就是比较敏感 然后把这些消息的 尽快尽快的告诉给大家 然后你们自己去判断 自己去判断 对不对 不要一上来 就胡说八道 你就一惊一乍 你这就是标题党 你就是骗流量 等等等等 你不要轻易这么说 咱们一起 好好总结总结 咱们大家一起去学习 对不对 因为现在是一个非常敏感 非常重要的时期 每一个细节咱们尽量都不要去错过 整体呢 这一集就简单聊这么多 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